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 我们将按照中共十九大做出的战略部署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 在华投资经营环境 也将更加开放 更加透明 更加规范 人数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希望我们的政府 我们希望这些企业的质量 我们希望这些企业的企业 我们希望这些企业的企业 我们希望我们对这些企业 这一项目的目标是正确和继续联系统 总认为在经贸问题上 中美之间应该努力扩大合作面 不断释放正能量 通过对话与沟通 妥善管控分歧面 从而推动双边经贸合作 在新时代始终保持强劲的发展动力